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9日 新闻真的非常多 刚刚看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梁天琦就出狱 正式放牢 由七人车接走 本土民主前线的前犯人梁天琦 就说被囚六年 其实因为行为良好 所以的时候 在囚四年减刑 接着就在今天刑满出狱 凌晨三点的时候 由警方七人车接走 结束了四年的牢獄生涯 今次的安排 是因为在囚人士的意愿 以及顾及她的安全之下 所以安排有关人士 在凌晨时段 离开监狱 其实梁天琦 会不会再受到 一些人士的关注 包括 西方的亲美媒体 以及西方的一些 NGO的机构 还有的时候 当然我的国安公署 就会去留意她 我相信 今次她的离开 她都是想自己 安安全全 以及面对着 未来的前景 她应该有一定的打算 相信她 不想再涉及政治 我自己个人的期望 亦都希望她 还完债之后 好好地 过回自己的一生 亦都希望她前程此感 真的前程此感 做回一个正常人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 因为社会真的要感恩和包容 有很多人之前犯了错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 她有很多事情 各今时作悲 希望她 今次整个情况 国安公署都会留意一下 究竟她出狱之后 有没有再违法 因为她的Facebook 就已经是关闭了 为什么关闭的时候 其实就是 可能就是 觉得不想再 参与 那个政治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她想参与的时候 相信她都会变回一个正常人 她的家人 就在Facebook 专业度发出预告 呼吁了支持者 就无需刻意地 长途拔涉 到石壁去接梁天琦出狱 以及 希望 给她尽早归家团聚 而且她的专业 亦都遵照法律的意见 在19号凌晨凌事的时候 停止运作 移除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时候 其实看回她的Facebook 已经是 移除了 所以的时候 整体来说 我就觉得 梁天琦应该是 希望过一些平静的日子 因为这个对她来说 对所有香港市民来说 都是一个喜讯来的 但是对于那群NGO来说 可能就不是一个喜讯 可能他们想 又借机打压我们中国 以及打压我们香港 其实 他们 没有一条线 又可以继续位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是值得大家开心的 今天新闻呢 就真的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 闪师傅 10点左右 就会出一些 她自己的 说明 应该就是会了 这个 大家都听到 B姐所说 就是相关的情况 今天我都会 集中 注意力在闪师傅的 宣布上高 稍后呢 有时间的 我会立刻和大家 进行报道的 好吗 今天另外一宗新闻呢 我就觉得 要和大家讲一讲的 就是有关疫情上高 因为呢 现在呢 我们看到 Omicron的 BA.2 亚营 那个传播力呢 真是很惊人的 那也都呢 有关 相关的情况呢 就是 那些仓鼠呢 就要 人道处理啦 政府说 那其实 我就知道 为什么会说 人道处理的了 那现在这次的时候呢 DELTA 和Omicron 就两个呢 就 一起来到 夹击啊 那传播链呢 其实就 真的越来越多了 那是不是 社区传播已经是出现了呢 其实早就已经出现了 那也都是 好像我们 大部分香港人所说的 其实 那些专家 和特区政府 就应该做一个 全民强制检测的 因为今次的 所谓的 杀鼠令 其实 最主要呢 就是 可能涉及呢 有数以千计 或者甚至更多的仓鼠 那如果政府说 今次是用行政命令 不是说 一定要去 只是交出的话 我觉得 就 不是那么正确 应该是强制性 一定要交出 如果不是呢 被这些 这样的仓鼠 就 流入 这个社区里面 或者有人因为担心 而扔掉它的话 那会不会呢 造成呢 香港的这个 疫情呢 更加 大规模 大速度的爆发 因为呢 是否所有香港人都 是听话呢 我觉得呢 就未必的 一定有些人呢 就不愿意呢 去将这件事 好好地处理 和解决的 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 虽然政府 是呼吁了 大家不要狮子 把它抛弃 而应该呢 是交给 政府去 处理 交给 漁户署 去作人道处理 这个情况 我觉得 不是这么理想 应该的时候呢 就是采取一些 比较严谨的态度 要立刻交出来 还有的时候呢 要翻查记录 究竟你的仓鼠 在哪里 还有的时候 如果呢 有些仓鼠 因为都会死亡 有时候 就是自仰不善的时候 那应该如何 面对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呢 是不是会有热线 又或者是 一些疑护署的人员 就辛苦他们 去收回那些仓鼠 那是最好的 因为其实 已经是 到处走的了 如果他们 带有新冠病毒的话 那其实的时候 我们 会看到 危险程度 都挺高的 那我都说过 社区传播的情况 就已经是出现了 那对于 每一位朋友来说呢 我们觉得 很必要 是要去处理 和解决这件事 还有呢 有一个 巴基斯坦的 的 确诊 女士 有一个 一泉九的 群组 那她 住在大坑东邨 东满楼 就出现垂直传播 垂直传播 垂直传播 就是我们知道 水渠 最主要的情况 就是 另外的时候 也有美夫地利亚修女学校的传播群组 那 昨天又有一名学生 就初步确诊 的 怀疑有班房传播 的 那既然这个情况 是这么严峻的话 为什么不扩大呢 就是 扩大 这个检测 其实的时候 对于每一位市民来说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事 而且真的可以参考 和采取内地的方式 去处理和解决这件事 如果不是呢 就是我相信 到我初四的时候 香港的疫情 都是未解决的 你没办法去很快速地禁止传播链 跟着的时候 是进一步令到香港人 处于一个担惊受怕的环境之下 还有呢 所有的经济 是必须要停摆的 那我们见到 美国的情况就是 它根本呢 那个检测 你自己做 但是的时候 有没有采取封城 是没有的 那对经济的影响呢 其实更加严重 如果特区政府 再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自己悲观点去看的时候 其实就 没有什么可能 在短时间里面 去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 如果这个疫情的问题 未得解决的时候 政府就算有 多少钱都好 支援了多少 饮食业 或者受影响的行业 包括是补习社 包括是器院 健身室 美容院 各方面呢 其实都是 没有什么作为 因为 你没有够快 如果你这样做 我相信 可能会影响到 港股交易 这个情况 港交所 香港的金融体系 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不停市 两三天 快快速速解决问题 你这样拖拖拖拖 其实 对于每一个香港市民来说 是非常悲哀和可怜的事 趁现在 19号 你可以 20号 21号 22号 23号 24号 给你做多几天 去做一个全民的强制检测 去做一个全民的强制检测 那是否一个最好的方式 可以解决问题呢 在这里真的给特区政府一个建议 不过 希望大家 就 了解现在目前的情况 真是一个非常时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又真是 挺难去避免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身边的时候 哪位人士 或者 哪些 宠物 动物 是有感染了 新冠病毒的 所以的时候 大家真的要做好防御措施 在今时今日的日子里面 我可以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么多了 好 那接下来 有时间的话 我会跟大家做一做 简师傅的分析 好吗 不是简师傅 是闪师傅 不好意思 是闪师傅的分析 那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闪哥林师傅 他的参选的情况 好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为止 好 拜拜